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于2017年斥资153亿美元收购Mobileye 全力进军自驾车关键晶片,并在业界展露头角 打下BMW、日产Nissan、福斯等汽车业巨头订单 Mobileye于2022年10月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 先前还传出英特尔有意为Mobileye大举募资 甚至筹划自建晶圆厂 但Mobileye向来主要使用台积电供应的晶片 用于自驾车的晶片生产门槛很高 因为晶片必须通过摄氏零下40度 正100度的极端环境严格测试 才能让安全验证过关 以及包括获得ISOR6262标准认证 ITF16949标准认证 AECQ100与Q104标准认证 目前Mobileye正在开发新雷达与激光雷达感测技术 并打造两种独立自驾系统 其中一种只有镜头 在Mobileye研发的IQ5晶片上运作 另一种则结合雷达、激光雷达感测器、 数据机、GPS等组件 这些Mobileye自家研发的IQ系列晶片 过往都是由台积电操刀 例如最新款IQ6彩台 机电器奈米制程生产 然而这个台积电的客户 竟然突然转单三星了 韩国经济日报报道 原本在台积电头片生产的英特尔旗下 自驾车视野Mobileye将把旗下部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用晶片较由三星代工 打破Mobileye先前高度仰赖台积电的态势 并再度点燃三星与台积电的抢单战火 此前高通、辉达、联发科等台积电重量级客户 也有传出寻求三星、英特尔等大厂代工晶片的消息 对于韩媒相关报道 台积电无相关评论 业界指出 Mobileye营运规模日益扩大 寻找更多晶圆代工伙伴是必然趋势 三星在车用领域相对具优势 尤其有南韩PIA与现代等出海口等可怜兵 可能是Mobileye找上三星代工晶片的原因 韩国《经济日报》引述产业人士指出 Mobileye将把最新尾由三星代工的晶片 用于其IQ5型号下一些产品 IQ5是基于7nm至28nm制成的 车用等级系统单晶片SOC 由此可见 三星不是省油的灯 该公司正努力扩大在汽车产业的晶圆代工客户群 在汽车市场之外 三星也看上了台积电 正在接单接到手软的AI晶片领域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 在4月上旬的报道指出 得受益于以CheckGPT为代表的 生成是AI的兴起 以及人们对于人工智慧晶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这也使得三星有望在这波热潮的推波助栏下 进一步获得更多全球性大客户的晶片代工订单 报道已用韩国半导体市场人士的说法指出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部 在借到韩国本土AI晶片设计商Furious AI的订单后 最近开始量产名为Walboy的第一代晶片 这是一种神经网络处理单元NPU 基于三星14奈米制程技术来打造 至于效能更强的第二代Walboy晶片 则是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 借由三星的5奈米制程生产 另外专门设计AI晶片的 韩国半导体新创公司Atom of Rebellion 也将采用三星的5奈米制程技术 来生产旗下的AI晶片 当前的AI平台主要都是采用GPU来运算 因为GPU可以同时平行运算许多指令 其中微软的ChatGPT服务 就是由超过1万个用于数据中心的 挥达高效能GPU来提供核心运算能力 而NPU则是专为AI应用所设计 不仅处理速度比GPU快速倍以上 价格和功耗仅为GPU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因此 随着ChatGPT的热潮不断蔓延 AI生态系统的建立正在加速前进中 这使得AI晶片的代工订单正在逐渐提升 目前全球晶片大厂 很多都将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机电作为首选 以AI晶片市场全球第一的厂商 汇达来说其就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之一 汇达的A100和H100晶片正基于台积电的7奈米及4奈米制程进行制造 同样汇达在GPU市场上的对手AMD也扩大了对台积电的GPU订单 预计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的晶圆厂完工之后 计划分别在2024年和2026年 开始在当地量产4奈米和3奈米制程 届时辉达等大客户的订单又往进一步增加 相较于台积电正接受头部的AI晶片公司的订单 韩国三星则已接受韩国本土AI晶片设计商的代工订单为主 不过因为这些公司的规模很小 对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帮助有限 然而随着全球公司争先恐后的进军AI晶片市场 这不但推动了代工市场的成长 也让三星对拿到大订单充满期待 韩国半导体市场人士指出 台积电大客户之一的回答 可能也会向三星下代工订单 以稳定晶片的供货状况 而Google计划升级并重新推出AI应用BART 以应对ChatGPT带来的挑战 Google执行长也透露 这家科技巨头计划将对话 使人工智慧纳入其搜索引擎 因为来自其主要对手微软已经这么做了 根据他的说法 用户将有机会在搜索中向Google提问 并与LLM大型语言模型进行无缝互动 虽然微软已经将ChatGPT引入到并中 但考虑到Google在全球搜索行业占据93.4%的份额 不难想象到Google采用这项技术后 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更重大的影响 至于中国互联网大厂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生成是AI闻心意言 同时微软也宣布将ChatGPT整合到其搜索引擎并中 这些都将是未来AI晶片的潜在的庞大商机 其进一步强调 三星现阶段开始借由大幅增加半导体设施投资 以提高其AI晶片的生产能力 三星正在韩国平泽园区兴建的P4生产线 目标是2024年初投产 三星还计划到2042年 赤兹300兆韩元折合2280亿美元 在韩国经济道龙人建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集群的计划 也会是未来三星的重要扩产计划 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晶圆厂 则预计量产4奈米制成 目前它正在施工当中将于2024年投入运营 总体来看 三星在记忆体晶片遭遇重挫之时 其一表示将把记忆体晶片产量削减到有异议的水平之后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就立刻应声上涨 三星证券一名分析师表示 晶片制造商领涨 因市场预期在决定减产后 记忆体晶片行业将出现复苏 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 三星正准备提高车用晶片作为未来成长引擎 AI晶片市场更是其已经开始发力的一个关键 这意味着三星将提升5奈米、8奈米与14奈米制程 并开发4奈米制程来生产这些相关应用的先进晶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